就是个放 放在哪了 咱们今天探寻一下 这些上完牌的新车 都放在了一个小山坡上面 而且山坡上面还有山 上面还有山 这底下还有坡 坡底下还有车 来打开一个看一看 车里面是什么个状态 车里面跟新车是一样的 它外皮可能有点放时间长了 它毕竟放了三年 因为它是17年时候出厂 17年12分时候出厂 18年上完牌的 上完牌呢 就一直跟这个小山坡上 这个小树林里放的 一直这么冷的 二个打开瞅一瞅 瞅一瞅 再看看这边啊 走走 这里面 但不是苞米地啊 这是哪呢 这是江苏南京 不是咱东北 没有苞米 都是新车 这些车呢 之前呢 都是想坐网约车 但是呢 它就没坐 为啥没坐呢 咱也不知道 最主要是啥呢 它没跑 你要跑了几十公里 跑了几万公里 它不坐 这也正常 上班牌它不跑 它为啥说 当时要干这个事呢 这个有没有知道呢 再往里走 这里面还有呢 哎呦我的妈 里面还有呢 这山上还有呢 哎呦妈 这什么 这有打开的 看看来 1.5T自动挡呢 这些车全部是达到六十万公里 才强制包飞 没有任何年限包飞 你一天跑二百公里的话 你得跑将近十年 能跑到 因为全是几十公里的嘛 这些全是 这些车全部不是 这些车全部是达到的 再次车全部是达到的 这些车全部是达到的 就乱点了 结束往里面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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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车都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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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